Hello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别人十连出了双火 而你七十发看不到一个劲 为什么武器吃歪的总是你不想要的武器 真的是你飞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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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的抽卡方式不对 所谓的欧皇不过是用了一种抽卡方式 他们付出了99%的努力 卖加1%的运气 但通常1%的运气 比99%的努力更重要 今天不讲人物 我们来聊聊玄学 也是原神最核心的玩法抽卡 为什么有人欧气满满 有人飞的一批 真的是你的账号被系统检测 天生就飞吗 当然不是 游戏对每个玩家都是公平的 每个人都会采用一种尾随机的抽卡方式 至于什么是尾随机 官方给出的90包底就是尾随机 如果是真随机 那么你可能会飞到一辈子都出不了一个斤 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9个手机同时抽10连 其中一部手机出了金 这个概率是相当的高 我也曾经试过用不同的小号 同一时间段进行实联 果然有一个出了金 那么官方给的90包底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如果全服务器只有90人 那么90人同时单抽 是不是必有一个会出金 还有大家为什么会抽到双黄 甚至三黄 打个比方 官方给你1000次抽卡里放了五个五星人物 当然保底除外 如果有一个人他抽了990次 出保底外只中了三个五星角色 那么另外一个再抽10连 是不是可以保证双黄 如果那个人赶上保底 那么10连三黄也很有可能 这时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UP你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只要了解这些 再加上适当的抽卡方式 就可以从一个非洲人秒变欧皇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 那还不三连加关注支持一下 首先一定要斩够90抽 再去抽卡吃 如果70抽就中了五星 然后停止抽卡 那么谁知道你的五星 是不是保底的五星呢 如果不是保底的五星 岂不是错过了 抽到另一个五星的机会 大家可以看我的账号 在第16页中有个五星温迪 在第4页中有个五星钟离 中间差不多相差74抽 可能对非洲来说 74抽差不多就是保底了 没人会继续抽 但是欧皇可能还会继续抽 直到充满90抽为止 果然我在第二页 也就是87抽的时候 又中了一个钟离 这就说明我的74抽 根本不是保底 怎么样非洲玩家 知道欧皇是怎么抽卡的了吗 其次就是一定要选 人多的时间段去抽卡 人多的时间段 也就是工作日的中午和晚上 双休日的下午和晚上 因为工作和上学的人都忙 上午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少 主播一般睡到中午 中午一般上班或者上学 可以玩游戏 主播吃完饭也会玩游戏 总之就是不建议上午抽 也不是抽不到 就是概率低 最后一定要单抽 不要跳过 并不是什么单抽出奇迹 只是单抽可以拉长时间线 让你抽到金色的概率更高一些 想想你要的是四风 却一直出狼墨 别人想要狼墨 却一直出四风 就像你打王者十连贵一样 遇到这种情况 不如换个时间段去单抽 说不定就会出你想要的 最后总结一下 想要摆脱飞球抽到五星 就选玩游戏 人多的时间段 斩够九十丑 一个个的单抽 全不改非 刻不改命 希望大家合理游戏 我们下期再见